欢迎回到美图新闻 10月22日 我国外交部证实 在加沙地带印尼医院担任志愿者的三名印尼公民 目前情况安全 外交部发言人拉布本周三就以色列军队逮捕三名印尼志愿者中的两名消息 作出回应称 根据加沙直接消息来源 三名印尼志愿者目前状况良好安全 病人在印尼医院 拉鲁指出 该三名印尼公民正准备从加沙北部的印尼医院撤离到加沙南部 他强调 印尼外交部将继续监控他们的状况 据了解 此前在加沙地带的印尼医院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包围和轰炸后 该三名印尼志愿者的下落和安全也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 而当时他们拒绝撤离 原因是想继续在加沙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